好幾位員進衝進辦公室 亮出警槍 要求所有人統統爬下 場面超緊張大火都不敢動 到茶水間廁所仔細檢查 一個都不能放過 警方也把現場的電腦統統帶回 就是因為這家假投庫公司 乍賣非上市股票 甚至還有一套SOP訂定 叫戰守則 什麼公司業務相禮 他們會推薦他一些未上市的股票的部分 他們叫鼓舞鼓勵他們的業務 來達成目標 白板上寫著目標55中 鼓勵業務們達標後 還能去澎湖員工旅遊 高雄行大巡線調查 發現這家假投庫公司 以每張5萬元收購未上市的電動車概念股 再用電話推銷洗腦民眾 強調股票即將新貴掛牌 穩賺不賠 以每張10萬到12萬元 反被賣出 已經有20人上當 三個月內狂撈500萬 部分是他們先以低價收購 這家未上市股票的公司 然後目前我們得知的第一手消息是 他們目前是以5萬的成本去收購 甚至還設計假投資風險報告書 提到知名廠商和電動車熱潮等 雖然警方調查 真的有這一檔未上市股票 只是詐騙集團用低價收購 再高價翻2到3倍賣出 用中間差價來謀取暴力 實在不可取 已經帶回主銜和員工15人 移送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趙麗宋家娟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